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TANITA TD-379的倒數計時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這邊的特色 第一個大型表示 就是他數字的顯示比較大 那再來的話呢 他後面有磁鐵可以攜帶冰箱 或者是廚房的抽煙機等等 那他可以計到100分鐘 倒數計時 那他也有附這個吊繩 他已經綁在上面了 那這邊有一顆電池 我們看一下背面 背面是長這樣 那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把本體拿出來 他後面有這個磁鐵 好那 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一片給撕起來 好 接下來我們幫他裝電池 電池的話在後面這個蓋子 用銅板把它打開 好那電池呢是這個 LR44 正極朝外面 裝進去之後呢 蓋子把它蓋回去 用銅板順時針把它鎖回去 設定的方法呢 設定的方法呢就是直接輸入 你要倒數的時間 比方說3分15秒的話 我們直接按3 1 5 然後按開始 它就會開始倒數了 它就會開始倒數了 那在倒數的過程中 除了停以外 你按其他的鍵 它都不會有作動 那如果倒數到一半 你想要停止的話 就是按停 這顆鍵 那如果你要清除螢幕上面的數字 就再按一次 它就會歸零 如果是要設定10分鐘的話 我們是直接按1000 這樣就是10分的設定方法 那它的響鈴呢 會持續大約60秒左右 那如果倒數到一半 你想要中途停止的話 按停止鍵 那要歸零的話呢 就再按一次停止鍵 好 那如果倒數到一半 你想要停止的話呢 就是 在途中按停止鍵 那如果你要繼續呢 就按開始鍵 它就會繼續倒數 好我這邊按1秒之後 好時間到它會有這樣的響鈴聲音 那停止響鈴的方法 可以按任意鍵 我們一般是按停 好那如果你想要按開始 來停止的話 也是可以的 或者呢 你想要按任意一個數字鍵 它也可以停止 好以上是這一款 TANITA TD-379 倒數計時器的介紹 謝謝各位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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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再見囉